西藏拉薩因為海拔高 大氣層稀薄 所以透明度也比較高 比起其他同尾路的城市 獲得更多的日照 所以在這邊有日光城的美稱 這個從2016年 開始壁館擴建的西藏博物館 就決定用日光城的概念 來作為他們的修建 而且興建的主舟 他們利用頂端的玻璃金頂 把陽光化身為館藏之一 打造出獨特的 很有特色的光之博物館 對無數旅人來說 在3700公尺的高原上 布達拉宮大招四 都是讓人難忘的景點 西藏的博物館 更是蘊藏文化的寶庫 20多年來寶藏不斷的增加 原本1萬平方公尺的面積 已經無法滿足需求 因此展開過界 像一座聖山一樣 潭城向四個方向伸展 形成整個世界 從雪山到潭城 到西藏博物館的金頂 層層跌落 與周邊的城市 街道民居相融合 博物館是整個世界的縮影 博物館要呈現 西藏世界的樣貌 原先的老館區面積擴展6倍 還要抓住只屬於拉薩的特點 拉薩又稱為日光城 每天製造時間平均達到8小時 又15分鐘 比同位都的東部地區 多了將近5成 設計師決定利用建築結構 把日光收集起來 成為博物館最耀眼的館藏 負責為博物館收集日光的金頂玻璃 一路上受到細心呵護 跨越超過3000公里的路程 來到拉薩 玻璃爬爬爬爬得滿 我爬了5天到拉薩 往這邊跳 看起來西藏平常的玻璃安裝 在海拔3700公尺的地方 要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 因為氧氣稀薄 氣壓不穩 蜜蜂的玻璃很容易就會碎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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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手測速 慢慢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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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方的速度 慢慢軟 就像我們在內地買了一袋方便麵 到了高原的時候 方便麵會鼓包 我們玻璃也是一樣 安裝之前把這個氣壓平衡孔的鐵絲給它拔出來 有蜜蜂膠 還有蜜蜂 實現玻璃裡面充的氮氣和玻璃外面的氣壓平衡 不只是讓光線照進博物館的大廳 屬於陽光的熱情也要全力展現 隨著太陽的角度的 高度的變化 這個圓盤會自動捕捉太陽 自動進行一個旋轉 讓我們太陽能的極熱板 捕捉到太陽的一個正面光線 實現咱們這個最好的 最大化的 去接收咱們太陽的一個能源 極熱效率能達到70%到75% 當地的編八人也用自己的手藝 透過博物館展現他們心中的那道光 西藏建築的神奇在於 用有形的材料 石頭 木頭 黃銅 來致敬無形的力量 那就是光 花費超過28億台幣擴建 這座城裝著光的博物館 預計今年重新啟用 在一天7000名參觀者面前 展現只屬於西藏的陽光燦爛 TV夜新聞綜合報導